大熊猫是我国的国宝 位于法国中部的博瓦勒动物园 发布公告称 今年8月2日 在此诞生的两只中国熊猫幼崽 将于11月18日迎来正式的命名仪式 法国著名球星姆巴佩 与中国跳水奥运会冠军张佳琪将为其命名 真的是太赞了 小小年纪的张佳琪 能作为旅居海外国宝的命名人 那么张佳琪是如何走上跳水生涯 以及她夺冠后 如何巧妙回答外国记者的挖坑式提问 期待您看到节目的最后 您的点赞、分享是我们做节目的最大动力 近日奥运冠军张佳琪6岁时的一段视频 在社交媒体上公布出来 当时张佳琪就展现了不错的跳水天赋 并且张佳琪的启蒙教练预言 这个6岁小姑娘会成为中国跳水的希望 如今17岁的张佳琪已经是奥运冠军了 从5岁开始接触跳水 父母原本是想让活泼好动的张佳琪找个乐趣 减少一些精力 最初学习跳舞 但怎么也不合适 然后又学京剧 她一点兴趣都没有 妈妈又拉着她报名体操 学了一段时间 教练觉得她还是不对 脸圆圆的 腿和胳膊都很短 最后转到学跳水 第一次张佳琪非常害怕 教练拎着她就扔了下去 下一次她自己鼓足勇气跳了下去 就这样 虽然胖乎乎的身体不太合适 但后面练着练着 她渐渐长大变苗条了 而且各种动作都越来越到位 没练几年 张佳琪很快脱颖而出 2016年 张佳琪12岁就拿到全国冠军 2017年在全运会上获得双金 一年后 更是惊艳亮相世界杯赛场 在女子担任十米台项目中 得到439.10分 毕竟女子十米台的世界赛最高纪录 实际上 她背后付出了多少 没几个人知道 张佳琪虽然年纪小 但做事有主见 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 每一次受伤 她不会主动跟父母讲 甚至连教练都不会说 还在七岁那年 有一次出早操 她在晨跑中跟一位男同学撞到 摔了一个大跤 手指当时就全部向后翻折几乎90度 她居然默不作声把手指掰了回来 跑完以后 不哭也不吭一声 直到教练发现 双手已经肿得很高 后面检查是手指骨折了 这一幕妈妈都忍不住想哭了 只在心里想 这孩子怎么这么能忍 但是 这条路也并非看着那么容易 2018年获得冠军之后 张佳琪心态发生变化 在一次全国比赛中 直接横躺在水面上 只得了5分 后来 她短暂消沉过一段时间 很快就重新调整过来 开始努力练习 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认输但是不服 被占东京奥运会前一年 张佳琪同样遭遇严重的伤病 差一点无缘奥运会的入场资格 直到她用了一年时间封闭式训练 连就在北京的爸妈都很少见 正是这么拼 才一点点拿到了入场券 年少有为的张佳琪 她的成长不算经验 但小小年纪就这么拼 真是让不少人汗颜 今年奥运会和全运会 张佳琪、陈玉希获得 女子双人十米台两枚金牌 可以说 张佳琪没有辜负教练的期待 至于她的启蒙教练 也相当厉害 成功预言了张佳琪的未来 东京奥运会跳水 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中 张佳琪、陈玉希 以巨大优势战胜 美国队夺得金牌 赛后已经混彩区 好几个外国记者就围了上来 一听问题 我们马上懂了 貌似是探秘 其实有点挖坑的意思 两个孩子 一个17岁 一个才15岁 竟能淡定自若的主意回答 他们给到了答案 自信且大气 中国跳水队是不可战胜的吗 对 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张佳琪丝毫没有犹豫就做出了回答 不过他要表达的不可战胜 首先是要有必胜的信心 有了必胜目标和信心 就得靠平时的磨练 这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队伍 一旁的陈玉希也补充道 每一块奖牌 每一次成绩都是拼出来的 中国跳水非常强大的原因是什么 一位欧洲媒体的记者 抛出这么一个非常有分量的问题 旁人有点忐忑 对这两个说话都哪生哪气的小不点来说 这个问题有点太大了 主要是祖国对我们的保障非常好 在这样的疫情条件下 还能维持我们的系统训练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祖国对我们的培养 说到这里 陈玉希顿了顿 好像发现自己还漏了什么 对了对了 还有教练队友哥哥姐姐们 对我们的鼓励支持 起料这位记者下个问题更加犀利 你们只是因为重复训练才强大的吗 怎么又来了 小不点们面面相去 笑出了声 但这个问题也没有难倒两人 在最好的保障下 我们不间断地努力训练 才是胜利的秘诀 显然不满足于陈玉希的回答 这位记者马上转向张佳琪 你怎么看呢 张佳琪微笑着回了一句 我和她的想法一样 眼看没空子可钻 这位记者也就不再多问 为了这枚金牌 两个孩子付出的 远比他们向外国记者解释的要多得多 因为疫情每天两点一线的封闭训练和生活 对这么小的两个孩子来说 确实显得非常枯燥 奥运会延期一年 技术动作的打磨 也让两人的动作质量有些反复 毕竟是两个孩子 面对这样的困难 烦躁是自然的 被问及怎么克服的 两人也都老实交代 根本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去克服 只能磨练自己 熬过来 如今张佳琪也只有17岁 未来 还有更多的成就等待着他 当然 张佳琪也面临考验 在单人十米台项目中 张佳琪的对手包括陈玉希 任倩 以及任气正火的 新晋奥运冠军全红蝉等 希望张佳琪继续在跳水运动上 获得更好的成绩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对17岁的张佳琪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 关注订阅三小只Talk 了解更多体育背后精彩的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了